气质入微的玄奏 被他刻画了入目三分 勇猛快速出精神 以后还从一蒙最终的劲力 尽见大师的睿智 现在压过来 再看这种活的东西了 一部电影让他从过目无闻 到一夜成年 一幕对后 他不出怎样 因为受无的动作 一下就得完成 两弯的这一张的 一部撒 他拉着拉着下来就完了 本期流行无限 螳螂拳宗师 如何演绎小螳螂 到大螳螂的传奇人生 中国功夫高手系列之 螳螂拳传人于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流行无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功夫电影《少林寺》 风靡海内外 曾经在世界掀起一股雪舞的热潮 影片当中的谭宗和尚 所运用的螳螂拳 更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现实生活当中的螳螂拳 到底是怎样的 这门功夫又蕴藏着 怎样的内涵和真谛呢 今天我们就带您一曲即认识 谭宗和尚的扮演者 螳螂拳传人于海 一起去一探究竟 在山东济南大明湖边 我们见到了这位72岁的螳螂拳王 德高望重的武术大家 尽管于海的身上光环无数 但是生活中的他 却平易近人 儒雅谦逊 1982年 功夫电影《少林寺》上映 在中国掀起了巨大的轰动 影片不仅让李连杰扮演的 绝远和尚被大家所熟悉 也使绝远的师父 谭宗和尚走进了观众的视线 他以严师慈父的形象 深得人心 尤其是他精湛的螳螂拳功夫 更是令观众记忆深刻 谭宗和尚的扮演者于海 由此成为观众喜爱的武术明星 被尊为螳螂拳宗师 32年过去了 人们至今对他的螳螂拳功夫 依然记忆深刻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 武术爱好者 大家看到您啊 或者提起螳螂拳 大家都是怎么说 大家都很欣赏 我的这个螳螂拳的声望 也就更高了 很多人写信来要学螳螂拳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 要跟您拜师啊 天天都有 每天都有 还有些小孩 把他讨到我们单位去了 我们单位得通过保卫科 跟他家长联系 他们再来领孩子 这样事情太多了 所以那时候 其实大家对于螳螂拳 是很喜爱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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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出演电影《少林寺》之前 于海只是山东武术队的 一名教练 1981年 电影《少林寺》开拍之初 一改过去由职业演员出演的惯例 史无前例 全部采用了像于海这样的专业武术人士 来担当重要的角色 于海也由此得以 将自己所擅长的螳螂拳功夫 展现在荧幕上 这些武打动作 是有武术指导为您安排好的吗 不是我们自己安排的 那武术指导做不了 我们自己两个人商量 做了充分的准备 才在荧幕上表现出来 你不要让他和那个 王敬泽的打斗当中的揉手 他连续来我揉手 啪 一个风手 起来一个躺了 铺残 这个动作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我们两个套招 他的动作就在 连续几个拳 我考虑了以后就一揉刻钢 连续揉手 我揉手是揉得比较慢 比较慢就要找这个角度问题 这个缩小动作的角度 才能配合上 配合了好长时间 结果打出来以后 这个圈族上下都说 好 这个动作好 凭借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 于海成为螳螂拳的标志性人物 三十年来 他以高超的武功飞升影坛 被中国武术协会授予中国武术明星的称号 并入选中华武术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2013年 是不是这种拳法也是在模仿螳螂的这种特质呢 是的 是的 模仿螳螂的积极有寂寞这种精神 螳螂有唐币当车嘛 他车比他强大多少他也敢去当 这种精神就是勇往积极的这种勇敢精神 螳螂虽小却有唐币当车的勇气 正是这样的精神 使得于海深深迷恋上了螳螂拳 作为中国传统武兽十大拳种之一 螳螂拳以快速勇猛斩钉截铁 勇往直前而名扬海内外 于海打出的螳螂拳不仅如此 还有一种特殊的净利和与众不同的神韵 螳螂拳啊 区别于其他拳种或者其他门派 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动作勇猛快速 非常快 就用一句话就勇猛快速出精神 一种螳螂拳的精神要表达出来 一眨眼的时间就三四个动作过去了 已经完成了 他就一个动作 这三个动作了 这三下错练的动作 这三下就算三招了 三招了就是 我一切时候错练 你要进攻的话 我这一划再又一个错练 这一划又一个错练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种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这种 对对 是是是 螳螂拳属于象形拳 取螳螂的凶猛矫健之一 螳螂在自然界 是名副骑士的武士高手 它从猛扑到禽货昆虫 干净利落 快如闪电 整个过程比人类眨眼的时间 还要快出四倍 螳螂拳它的这种快速 最高境界能达到什么样子 螳螂拳就相当于百米的速度 冲刺 百米冲刺那个速度 就全力冲刺 达到一个短时间最快的速度 最快的速度 那我们能不能用一种 非常直观的方式 来看一看这个螳螂拳的快速 那让我儿子来做一下实验吧 好 请您的儿子 为了展现螳螂拳出拳的速度 于海让儿子于波 采用螳螂拳的勾手手法 以最快的时间 现场击破四十个气球 来展现螳螂拳的出拳速度 究竟能达到多少 开始 你猜是多少 四秒钟时间 余老师猜多少 五秒吧 余老师猜得很对 五秒五六 是吗 一秒八下 您觉得这次 这算在螳螂拳当中 算最快的一个速度 不算最快 一秒八下动作 应该如果打到快了 十个到十二个动作差不多 于海说 他在年轻的时候 出拳的速度比这还要快多 在一次武术比赛中 他曾完成一套螳螂拳的套路 其中包括八十多个规定动作 在动作精准 无可挑剔的前提下 他打出了令人惊叹的速度 我一个整套 我练下来是一分钟的时间 别人练在一分二十秒 到一分半钟才能练下来 我比他们快这么多 算下来也就是别人 一秒一个动作 您基本上是一秒两个动作 一组四五个动作 啪啪 一下就得完成它 有人评价过您这种快吗 有啊 他评价就是 螳螂拳动于闪电 只要以动作和闪电一样的速度 螳螂拳有七长八短之拳的说法 指的是在每一招式中 都会有一个 蹿蹦起跃的动作 一试追一试 如流星赶跃 这也正是螳螂拳的威力所在 为了达到快如闪电的出拳速度 与海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像这么快您是怎么练习出来的呢 那就这一快速练快速 一个组合的几个动作 啪啪啪 就就就就按 再再再再这样做 就像你跑百米 你必须在百米的速度 和你跑二十米三十米这样速度 去练百米的速度 您那个时候练习这种快速 最辛苦达到什么样子 练完了自己就就恍惚了 最脏的必不撒 然后这个盐都支了 这个哈哈拉得拉得下来 就就到那种程度 与海说 螳螂拳的必杀技 不仅在于快 更在于精准 在实战中 一次精准的致命打击 足以让对方失去威胁 螳螂拳中的勾手动作 除了做试探性攻击以外 其实也是一个瞄准器 一旦找准目标 这只螳螂手就是致命的力气 我想知道什么样的动作呢 能体现这样的精准呢 你比方说踩紧紧拿住 上去紧紧插脖子 那一定要掐到脖子上才可以 你比方 握护套心 护眼 啪 一定得到你胸口这个地方才可以 就每一个动作都有它关键的击打部位 对 击打部位 这个击打部位 你击打的时候一定要准确 人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 这个位置怎么确定呢 就平时你这个人 你这么高 我看你脸部 那我就得判断你胸部 我打到你胸部应该是多大距离 这就靠判断 靠经验 在自然界 有打蛇打七寸的说法 螳螂在与蛇搏斗的过程中 能够做到精准无误 狠狠地斩下蛇的要害部位 螳螂拳的精准 也正如螳螂的绝杀技一般 叱咤武林 像螳螂拳的这种精准 最高的境界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最高的程度不会 就是精准都不会无差一公分 怎么体现呢 这个有时候你苍蝇飞了 你一探打到苍蝇 不管打到哪部位 它都会把它打晕了 它就掉下来了 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对 有这种精准的应用在对战当中吗 螳螂拳对联就要求你非常精准 怎么练习的呢 您能给我讲解一下吗 我二过来一下 进攻上面 这就在非常准确地掐到喉咙 它正在运动的状态下 您是怎么确定这个部位的呢 它这个进攻我 我要采取的防卫方法 就已经就 脑子我已经有缩了 所以它一进攻来的时候 我就得必须踩它的手 然后它这个手只要一戳 螳螂拳的精准 可谓步道拳道 一气呵成 进退之间没有毫离之差 要达到这种境界 就有赖于眼光的训练 这种精准啊 您在生活当中是怎样练习的呢 就是靠判断 你比方说 判断有个人要偷袭我 我就想想一个人靠近我了 已经吃手了 朝我头打来了 我就得马上叼手 就得靠这个 啪 叼中 有的时候走走 你就想一个狼来了 眼看还扑到我了 我马上就得做反应 去一防一进攻 其实这全都是您的假想 假想 就是一种想象 靠思维想象 然后靠思维想象 一假成真 去锻炼自己的反应 哪怕你躺在窗上 做梦都在那练 有的时候一踢一脚 踢到窗帮上 把自己脚都踢走 动出来就得和汤浪一样 鱼海为我们展示的 螳螂拳 一确与动物界的螳螂 有几分形式 说起螳螂 最锐利的武器 莫过于它那两只 壮硕带齿的前足 它的双连抽击 有时似一对双刀 有时像一副板斧 因此 用刀斧之臂 来形容螳螂的双足 一边也不过 螳螂拳的威力 同样也是来自于双臂 于海在年轻的时候 就练就了一双 如同钢筒般的手臂 因为练功的时候 有一次 用这么粗的木棒 他们打我 我挡 皮 就用这个隔壁挡 割挡 我抬去的皮 啪 皮成两只儿了 把它皮断了 在我们印象当中 木棍是完全可以 把手臂打折的 对 但它那个木棍精子的情况 我把它皮断 是这样 碎成两只儿了吗 对 两只儿 就两只儿 就和我二世的 这么皮断了 于海说 只有将自己的双臂 练得如同刀术一般 才能锐利肝盲 两臂如两把打刀 大开大合 所到之处 虎虎生风 令对手无力招架 刀朗普传 封出去以后 把手封出去以后 我们还一打 用这两个米轴 打对方的太阳穴 然后再收回来 是这样的 这一轴打太阳穴应该是 米轴嘛 用这个这个这个手 这也是刀斧之斑的 一个表现了 对 但我想知道 像这样的一个动作 如果真正运用在实战当中 这样一下会给对方 造成什么伤害 可能会打死人 因为打的是太阳穴嘛 太阳穴是两个 这个挤兑的力量 往一块碰撞的 打这个部位 一般会打晕 要打严重了 也可能死人 螳螂拳招数激利 在武林是出了名的 它出手 轻则伤人 重则毕命 因此也被称为江湖拳 靠的就是林立的双臂 但是这种功力 也并非一朝一夕 所能达成 我想知道 就这种刀斧之斑 怎么练习能练习出来的呢 在装上 木装上碰装 在树上碰装 就从开始就练 然后手臂碰硬了 就是说碰上东西 它感觉不了很疼 一开始鼓起下疙瘩了 然后慢慢把它练平了它 正是凭借过人的苦功 是于海的螳螂拳 行神兼备的出手辅助 它不仅因螳螂拳 成为观众喜爱的影视明星 也受到国内外武术界的盛赞和尊重 被媒体誉为螳螂拳宗师 小小螳螂 怎样缔造出一大武术流派 它就在少林圈的基础 创造了一些 在螳螂特色的 工法含义的组合 螳螂拳秘传工法铁砂掌 如何练就 整个手掌全都是一种 非常抗极大 抗什么的能力的一个 所以皮石头 这就不成问题了 流行无限 精彩继续 在人们的印象中 于海是电影塑造出来的 螳螂拳宗师 而荧幕之外的鱼海 其实也是螳螂拳的传人 它对螳螂拳的研究 在武术界无人能及 因此而有武学词典的美誉 不仅如此 它对于螳螂的习性 也非常熟悉 因为螳螂 也可以说是它的老师 螳螂拳当中的动作 螳螂拳当中的动作 你一搓它屁股 它马上就往后叼你 叼熟 中国武术中的象形拳 历史悠久 人们通过模仿动物形态 而边创的拳种 不下一百种 就连眼前这看似不起眼的螳螂 也给人以启发 被演化成灵力的拳法 相传 螳螂拳的始祖 明朝人王郎 自幼酷爱武术 曾在少林寺学艺多年 但是在一次比武中 却以失败告终 备受羞辱 偶尔一个机会 它在打采山林休息的时候 发现了螳螂铺产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它惊呆了 有刀有咬 一下来启发了它 它就在少林圈的基础 就是创造了一些 带螳螂特色的 攻防含义的组合 然后它在比试的时候 都摆开它了 摸不清这种圈阀的脉络 就是它的攻防 它接一招出去了 下招怎么做 它们摸不着 王郎受螳螂启发 而编创的螳螂拳 由于手法多变而隐蔽 既激性强 加之不轻易外传 因此有密手螳螂之称 只在少林寺内流传 清朝时期 一位生肖道人 无意间得到了一本名叫 一波真传的螳螂拳谱 回到山中烟台 席练自全 备受周围人的喜爱 随后便流传开来 历史上烟台这个地方 洗练螳螂拳的人 是不是挺多的 是的 烟台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螳螂拳放就有七八十家 烟台是拳窝子 就是打拳的窝都在烟台 在山东郊东半岛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 要想地面走 学会螳螂手 可见螳螂拳在当地十分盛行 螳螂拳在山东 发展演变的三百年间 也逐渐形成了 七星螳螂 六合螳螂 和梅花螳螂三大流派 他们三个当中 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你比如说七星螳螂 下去以后 它这个就比较刚硬 这是七星螳螂的代表动作 那梅花螳螂 它就稍微有些肉一点 六合螳螂 它可能就更肉 那就更肉 这个招式和动作上的 这个揉的感觉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 于海所习练的七星螳螂拳 是传播最广 最能代表螳螂拳特色的流派 在历史上 七星螳螂拳名人辈出 螳螂拳名师梁学香 在一张八仙桌下 演习螳螂拳术 闪转腾挪轻松自如 人称闪电手的李之剑 坐镇标局 令人闻风丧胆 于海的师爷范旭东 是清末的一位螳螂拳名家 当年 一个俄国大力士 曾摆下擂台 讽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范旭东不堪受辱 依然前往西伯利亚迎接挑战 我师爷用螳螂拳这些招法 三招把它打倒了 三招 连续打倒它三次 它服了 让它到这边倒 它就得到这边倒 让它到那边倒 它就得向左边倒 连续打倒它三次 它才佩服了 说这个螳螂拳厉害 范旭东施展了 看家本领螳螂拳 一连击败沙俄的 大力士十多人 成为泪珠 也使螳螂拳 名扬海外 威名远波 范旭东的螳螂拳 拳风刚烈 这与他所擅长的 螳螂拳外练功法 铁砂掌 密不可分 您能给我讲讲铁砂掌 是怎么练的吗 先用黄刀和铝刀 这么反复这么左右的划动 最后擦 往里擦 能擦多深擦多深 练了一段时间以后 才用铁砂 一粒一粒的铁砂 开始也是这样划动 也是擦 慢慢擦 一开始擦很浅 越擦越深 最后就把 能擦到 那个手 这个周这个部位 那就你这个手指 就很硬了 要搓到人 那受不了 都说铁砂掌 有这种批石之功 能有达到这样子吗 他也可以批石 他已经都 整个修掌 全都是一种非常抗鸡打 抗什么的能力了已经 所以批石头 这就不成问题了 我能试试吗 你试试 要蹲装 蹲装那个姿势 然后往里擦 擦 擦啊 对 这个好擦啊 你要铁砂子那就难了 它铁砂子沉了 它密度也大 而且说实话很疼啊 对 手指尖往下用力的时候 感觉这个豆子 像硬板一样 对对对 就感觉要用手指尖 去插一个硬板的感觉 对对是 螳螂拳 讲究外练铁砂掌 内练罗汉弓 刚柔相继 在实战中威力无穷 正是在一代又一代 民间高手的传播和影响之下 才使得这门 独具特色的拳法 传承至今 与此同时 这些前辈的传奇故事 也成为鱼海 热爱螳螂拳 并传承螳螂拳的动力 今日的螳螂宗师 如何战胜先天的身体缺陷 都在练腿部里 练瓦条啊 深蹲啊 结果就习惯就练伤了 这晚上稍微的一动弹 就腾形了 为求创新 他如何跟螳螂学功 没有时候我就错 错 它就有动作 它有心态 我就根据它的心态 创造了一些组合 流行路线 精彩继续 1942年 鱼海出生在山东烟台 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 父亲是当地一名铁匠 鱼海是家中的长子 自幼体落多病 曾经还患上白猴病 险些送命 家之弟弟妹妹相继病逝 鱼海的父亲担忧 再失去这个长子 便希望他通过习武 来强身健体 于是在鱼海12岁时 把他送进了拳房 练习螳螂拳 我很想知道您曾经练功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怎么练呢 练子力 因为那个螳螂拳需要子力 要求比较高 所以他得抓摊子 这么抓 麻布站起来 然后往后一踢 抓 换手抓 要么你站稳了 就是专门练这个 然后累了 再拿起来 再练这个样练 我能看一下吗 你可以看一下 挺沉的呀 对 挺沉的 我们那会儿练得比这个很沉 你那会儿那坛子得多大 比这个大二分之一吧 那就是大罐子了 大罐子以后 练到一定 是不是它轻了嘛 里面就可以加沙子 要加一点沙 你要是再轻 再加一点沙 您看我这一会儿 拿着这么轻的一个坛子 这才几斤呀 这也就二三斤 三斤 不止三斤 三四斤 我就感觉手很酸呢 这是大概有五斤吧 五斤 我感觉我一只手 就只能抓一会儿 对 您那会儿算过吗 自己练得最重的坛子 有多重 大概有十公斤左右吧 二十来斤 二十斤 我想它这样往下一掉 那会儿更重的 对了 那个是很难 就是非常要抓紧才行 否则还掉好晒碎了 长时间这样练手 或者哪里有什么样的 一开始酸疼 到第二天酸疼 这个肌肉酸疼嘛 那个鱼酸都积累起来了 有时候把手指头 这个有时候都磨破了嘛 磨成泡了这个样 食指连心啊 也是很疼的 也很疼啊 对 虽然很喜欢功夫 但是由于练功太过艰苦 使年少的于海难以长寿 也让他曾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我听说您还曾经逃过 逃过学是吗 对 他就出去玩去了 和其他小朋友出去玩 不到全方去连去了 就原先逃过几次 结果一看这个招不行 我父亲很快就知道了 就得也走 我父亲走不是用巴掌走 他那个长的那个铁钳子 打铁的那个假铁的 用那个打屁股 都伸到骨头去了 特别疼 所以就不敢逃了 在父亲的坚持下 于海有幸败到了 七星螳螂拳大师 有中原怪侠之称的 临景山门下 学习正宗的螳螂拳 原本艰苦和枯燥的训练 已经让当时的于海难以承受 可是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于海发现 自己的训练总是不如别人 这时他才发现了 自己的问题所在 因为我的先天情况是扁平足 大家都知道扁平足 它脚弓不好 它影响碳条例 就是说脚弯的碳力不好 足弓是平的 平的 所以这样就完全地靠 大腿小腿的力量往前蹬 这样我就这么解决 没办法解决 就得练腿部力量 练瓦条啊 神蹲啊 这个腹中之中蹲起啊 神蹲这些方面 结果都习惯就练伤了 不敢蹲了 扁平足会导致人的足弓失去弹力 这在普通人看来是件小事 但对于练螳螂拳的人来说 却是严重的障碍 螳螂拳需要频繁移动 没有力量的移动 也就意味着难以打出有力度的拳法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 于海不得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 最苦能达到什么程度 练功的这种辛苦 上次说大便蹲不下的扶着枪 全身只有酸痛的 再慢慢慢慢才能蹲下 然后那个坑也不高 但是我小哥也 往坑上爬也非常吃力 这晚上稍微的一动弹就腾行了 痛苦就好像到了际线那种感觉 有点晕乎乎的 这个麻痹那种状态 然后这个状态稍微一过 感到浑身的酸疼 长期艰苦训练造成的伤痛 至今仍然折磨着于海 每逢天气突变 他身上的关节没有一处不疼的 但是在当时 即使是超越极限的训练 也难以弥补他身体条件的不足 残酷的现实 让于海十分沮丧 无奈之下 他只好向师父求助 老师思考了一会儿说 你就是死心眼了 他说人家在空中成英雄 你就不能在地下乘好汗嘛 当师妹听明白 我回去思考也思考 对啊 你一个套路当中 你腾空动作是三个五个的 那七十多七八十个动作呢 七八十个都是在地下的动作 中国功夫讲求规矩 更重悟性 并非一味地没守成规 师父阴采师教 另辟蹊径的一番点拨 让于海毛色顿开 他决定避开劣势 寻找自己的强项 在螳螂拳的身法上做文章 我就那会儿开始练眼神了 我的眼神就从那个时间练出来的 练眼神练身法 练动作的那个这个精气神 所以那个弹条不好 那个就可以掩盖了 老师的有的时候一个点拨 够你一生的受用 为了练好身法 于海想起了螳螂拳的始祖王狼 也希望能从螳螂 这个独特的旧兵身上 找到灵感 爬山时候突然想起来带螳螂了 就开始做了个小豆 弄个网豆 那个铁丝圈 弄个网豆 到山上去带 为了跟螳螂学功夫 那段时间 于海几乎每一天 都会带螳螂回宿舍 桌子上 蚊帐上 灯罩上 它的屋子里 爬满了螳螂 最多的时候 能达到上百只 豆螳螂 成了与海最大的乐趣 您那个时候养螳螂 抓螳螂在整个武术队里面都出名了吧 出名了 除了我是大螳螂 养了一些小螳螂 没有事我就错 错了 它就有动作 它有心态 我就根据它的心态 创造了一些组合 其实那个时候完全是靠您自己在领悟 对对 在领悟 在琢磨 在研究 对 以后有的组合 感觉不是这个组合不好 这个组合不错 但是我没有练好 因为它有一定的难度 我就拿来再单独练 练了一段时间 我再讲 小小的螳螂 的确给与海带来了巨大的启发 螳螂的每一个姿势 怎么进攻 怎么防守 都印在他的头脑里 通过模仿螳螂的反应和动作 与海打出的螳螂拳 让人眼前一亮 从来没见过 你老螳螂拳很简单 这一看又有心 又有意 又有招法 又有精神 他们说 你这叫什么螳螂 我说是七星梅花六合的总合 过去这门牌 把螳螂拳的某一部分特点强化了 某一部分特点淡化了 这样我把你们每一个强化的特点 我再把它挥中起来 所以如果应说这是哪一门螳螂 我就说挥中螳螂拳 通过潜心研究反复练习总结 与海在原有的螳螂拳上 做了适合自己的改良和创新 赢得了师傅的肯定 1965年 我以后开始动作的时候 马上就不信任 与海克服心理障碍连闯三关 最终获得了螳螂拳 及全能冠军 随后他以优异的成绩 被山东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招收 成为了国家正式的武术运动员 毕业后他因成绩优异 出任山东省武术队队长 在这期间 他改编出了中国第一套 螳螂拳竞赛套路 并制定了螳螂拳断位制 在全国得到普及 在他的带领下 山东武术队也涌现出很多 全国冠军 我教的土地也拿着冠军 土地以后教的土地也拿着冠军 这样螳螂拳就开始 就是比较有声望了 包括海外的人也很喜欢也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的国门慢慢向世界打开 成绩优异的山东武术队 也因此有很多机会 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世界各国 所到之处 于海的螳螂拳表演 更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80年 少林寺的导演张欣妍 正是看过于海的表演 慕名找到了他 张欣妍导演 他是看过我们方美 七十年方美 路过香港的表演 相当轰动 表演一个星期 他拿出那个录像片来 去观察 当时在香港的这场表演 导演当时看中您什么呢 他看中我一种精神状态 我估计是这样 我在表演的时候 可以把观众的精神吸引过来 就是说我在练的时候 我有晃动的时候 观众在台下也不自觉地跟着我 那么晃动 就是说我能通过我全心心地 观传到这个烫浪圈里面 能把观众的精神吸引过来 这是一种力量 一种力量 也是一种功夫 应该这么说 于海的螳螂拳所展示出来的 与众不同的魅力 打动了张欣妍 最终是他决定 邀请于海参演电影《少林寺》 于海也从一个螳螂拳教练 一夜间变成了 深受观众喜爱的武术明星 然而成为大家追捧的焦点人物 并不是他的初衷 最终他放弃了演艺圈的诱惑 依然选择了一条平凡之路 继续做教练 教书育人 他对螳螂拳的付出和热爱 也感动了师父林景山 于是师父林景山 教给了于海一个重要的使命 他就讲以后 七星唐龙圈的发展 都靠你了 一个是全国有成绩 第二个你在全国有影响 将来你要把它传播下去 让更多的弟子去 喜欢七星唐龙 62岁那年 于海接过师父的一波 成为七星唐龙拳的第七代传人 但是这时他发现 他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时不仅中国习练唐龙拳的人数在减少 在唐龙拳的赛场上 中国选手还总是遭遇洋唐龙的威胁 2000年在烟台举行的一次唐龙拳比赛中 于海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当时的赛场上 许多来自国外的唐龙拳选手 拳法高超 甚至超过国内的拳手 其中一位来自波兰的选手 更是表现出众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波兰选手好到什么程度 应该是说伤动水平了 唐龙拳的伤动水平达到高级水平了 练得非常刚进有力 速度又组合又快 精神又好 当时很轰动 也是给他鼓掌 比赛的时候就没有人能比过他吗 没有 我观察那个情况 没有能比他再好的了 看到这名外国选手 在中国的赛场上没有对手 嘉宾席上的于海实在是坐不住了 他把正在现场的儿子于涛叫了出去 让他马上报名参加比赛 他也感觉丢人嘛 他一表演 他的掌性比波兰运动员还要高嘛 这样从中提上看才挽回点面子 说国内的水平还是高的 就这么个意思 但其实那个时候您看到这种场面 您当时是什么感受啊 我感受就是说很有危机感 所以再这样下去的话 国内的螳螂拳就洗船了 为了能将螳螂拳更好的传承下去 于海正在倾力研究和整理流失的功法 希望把自己苦心钻研的螳螂拳精髓 和经验心得写成一部专注留给后人 在于海的名人效应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了解并喜欢螳螂拳 很多影视明星都会向他讨教功夫 对此于海并没有门派之见 为了弘扬螳螂拳 他总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其中就包括功夫巨星李连杰 你比方南北少林最后打斗螳螂拳那一部分 就是我把手教他的 你比方说封手 打出去这个封手这种晃动 他一开始他就是故意地晃动 就是说一封已经动作已经结束了 他的腰才晃 这样显得就螳螂那种精神 那种移动的心体就不自然 那我就得告诉他自然 像坦荒一样 怕弹出去以后 回来这种蝉动是应该自然的蝉动 他很快学末发两次 他就会做好 这是您在片场发现的问题 主动跟他讲的吗 对 是 你用我教任何人动作 我都必须负责任 这是作为一个老师的基本品德 他有没有跟您讲过呢 对于您的这种教导 他是什么样的说法呢 他很尊重我 因为舞剑都很清楚 因为历年节有在广告上 他就表现了一个蓝杂衣 然后一个闭门退役 这么两个动作 那舞剑里面收拾我的都说 哎呦老师这是你教的 一看就是你的风格 他五件内行他都能看得出来 按照武术这个传统规矩 我是教你一天也是你的师父 那我也善他们的师父 但是从严格来讲 我是他的客室 虽然于海并没有正式收徒 但是儿子子成父业 深得他的真传 曾多次荣获全国冠军 现在也在从事螳螂拳教学工作 你觉得在父亲身上 最让你感动的 父亲言传身教嘛 父亲在练功的时候 有时候在家里说话的时候 他就把腿放到门框当中 而且他的腿压得很高 所以走到哪儿练到哪儿 这是父亲对我很深的印象 父亲那种对武术的执着 对武术武学的研究 包括身体力行的去做 认真的去做事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的 令于海感到欣慰的是 不仅儿子继承了自己的事业 两岁的小孙子也早早显示出了 对螳螂拳浓厚的兴趣 螳螂世家的生活 其乐融融 我特别想问于老师 看见刚才小孙子打的这一套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高兴 他不在于他的这一套东西的 准确性和功夫 而在于他现在模仿了 模仿时间长了 他就会喜欢 喜欢才能练好 还是非常高兴的 对 这以后就是新的小武术明星 年鱼骨膝依然渐朗 生活中的鱼海有怎样的养生秘诀 比方说原先我的关节不好 但是我经常做这么一组动作 关节慢慢就好起来了 流行无限 精彩继续 现在72岁的鱼海 心中依然难舍功夫情缘 他说只要有合适的剧本 还会出演影视剧 传播螳螂拳 如今的他虽然年于古稀 却依然每天练功不错 伸手不凡 一定有自己的养生秘诀 像您现在七十多岁 还依然身体特别硬朗 有什么好的养生办法 告诉我们吗 有 比方说原先我的关节不好 但是我经常做这么一组动作 关节慢慢就好起来了 对关节有好处 是的 对心体有好吃 对关节有好处 那您教给我们一下 可以 刁手 砍掌 刁手 砍掌 一 二 三 四 好 好 不错 不错 哎 好 哗 腰动起来 用力 哎 腰要动起来 对 对 哎 好 鱼海告诉我们 螳螂拳中的手腕弓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通过系统训练 能够使手腕灵活有力 在转动的过程中 要尽量将腕 肘 肩 腰 全都照顾到 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它腰要动 一定要腰要动 这样的动作 我们什么时间做 做多少比较合适呢 这一天大概做个 两次到三次一次 做个一刻钟到半个小时 如今 从教学一线退下来的鱼海 更多的时间 是和家人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 空闲之余 鱼海最大的爱好 就是书法 它甚至独创出了一种 属于自己的字体 叫做螳螂体 它把螳螂拳的精髓和理解 也渗透其中 我觉得从这三个字上 可以看出您对螳螂的这种喜爱 和这种感情 对 是的 因为我在研究它 我从它身上 没有少看这么一个螳螂 所以我从它身上 捂出了一些精神 我把这些精神 观传到螳螂拳里面表现出来 让人们感受到螳螂的伟大 它不是个小螳螂 是个大螳螂 其实我们说大螳螂 还是螳螂拳 其实都是中国武术的 这样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也锻炼了人 提高了人的精神 所以今天我觉得 这大螳螂三个字 好像就是在形容您自己 不敢当 不敢当 我比螳螂还比不了 我在学习它 在这种资本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